很多人养桂花的方法都是错误的 新手在家里怎么养好桂花呢 大家好我是一木 欢迎点击我投降的家号 关注我一起来学习养花 这桂花是一种深受大家喜爱的植物 因为它开花之后芳香无比 而且桂花采摘下来之后 还可以制作桂花茶桂花糕 是一种兼具观赏闻香 而且还具有食用价值的植物 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种 但是它并不好种 尤其在北方不好种 它很容易出现大面积黄叶落叶黑叶的问题 养着养着就把它养死了 其实这样非常的可惜 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 都是因为大家不了解桂花这种植物的习性所导致的 那在这一堂课程当中 一木将会详细的给大家介绍 桂花这种植物各方面的习性 帮助大家在家里养好桂花 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来学习吧 我眼前摆的就是一盆桂花的盆栽 我首先来讲第一个知识点 就是桂花这种植物呢 它是喜阳植物还是喜阴植物呢 在这里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 桂花是喜阳植物 如果我们把植物的喜阳分成 强喜阳弱喜阳和喜阴 那么您记住 桂花是排在第一种的 它是一种强喜阳光的花卉 明白吗 它需要强烈的光照 不可以把桂花养到阴暗面 或者养到室内 这都是不可以的 你如果长期养到室内缺乏光照 桂花会大量的掉叶子的 非常容易黄叶和落叶 越养越稀疏 而且呢也会开花不良 而我们养桂花的目的是什么 是不是希望让它开花啊 开更多的花 所以你一定要养到阳光下 它才长得好 开花好 因此我们在家庭栽培的时候呢 你直接把它搬到家里的南向阳台去养就可以了 不论春夏秋冬四季都应该接受全日照 让它充分的晒太阳 这样桂花呢不仅长得快 抗逆性会提高 而且呢开花的效果就会更好 达到花大花烦的效果 下面我们讲第二个技巧 就是桂花的浇水技巧 首先我们要理解桂花的习性 就是它是一种比较怕积水的植物 它很怕泡在水里 很怕水落 就像园林设计师 当栽种 栽种这个桂花的时候 他都不会把桂花 栽到这个下坡处 栽到这种坑洼处 因为这种位置一旦下雨 很容易积水 哪怕是地灾都要注意 因为你如果栽到了积水的这个土壤里面 长期下雨的话呢 桂花树会死苗的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而一个大型的桂花树是很贵的 这个真的是死不起 所以我们在家庭盆栽的时候 你也要有这个意识 就是我们给它浇水 心里应该有一个接触的原则 什么原则呢 就是你是宁少物多的 就是你可以稍微少一点都可以 因为你短期缺水一点点 它死不了 但是如果你长期反复大量的浇水 让它的花盆严重积水 它很容易浪根死苗 所以我们给桂花浇水的时候 你可以注意 它具有抗旱能力 但不抗烙 这是基本的观念 那回到我们每一天 应该怎么去给它浇水呢 很多新手花友 他很喜欢听卖花的人去浇它 说什么两天一次浇水 三天一次 四天一次 五天一次等等 千万不要按照这种强行死机应被天树的方法浇 因为这很容易出错的 春天夏天 这个土可能两三天干了 你三天浇没关系 冬天呢 冬天有时候半个月土都不干 一个月土都不干 你盆栽的话 你能三天浇吗 如果你还三天浇 肯定积水浪根了 明白吗 所以我们养桂花 你不要去死机应被天树 而要选择观察它土壤的环境来浇水 意思是说 我们在浇水之前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土 然后用你的小手去摸下它的土 如果你一摸 感觉这个土壤是湿漉漉的感觉 非常的潮湿 那么不管隔了多少天 我们都不用浇 比如说冬天你隔了一个月 你去摸这个土还是很湿很湿的 那我一个月都不用浇 你放心它绝对干不死 那什么时候要浇呢 很简单 当我们用手去摸 发现它的土非常干燥了 你不用等它干透 就非常干燥的感觉 那你就可以 放心大胆的给它把水浇上了 明白吗 你采用这种方法浇水 它永远都不会缺水 也永远不会积水浪根 因为我每一次浇水 都是确保它在 它在缺水的情况下浇的 对不对 因为我每次都摸了土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这长期浇下去 这是符合它的生长习性的 懂吧 那有话有会说 如果我每次浇水都去摸一下土 感觉太麻烦了 其实也不需要这样的 你采用摸土的方法 浇几次之后 你大概就可以判断出 在当下季节 这个土大概几天干了 你后面就可以按照天数浇了 不过这个时候得出的天数 是根据你的实际经验 和你当地的环境 得出的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这个天数是靠谱的 而且这个天数还会随着 春夏秋冬四季的改变 而永远动态的改变 所以它是可以长期的来使用的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 桂花对土壤的要求 以及换盆的技巧 那桂花它对土壤的要求 并不高 不论是你在路边挖的田园土 还是家里的营养土 高端的营养土 都是可以种桂花的 所以这一点非常的友好 那虽然它对土壤要求 土质的要求不高 但是桂花对土壤的酸碱度 是有要求的 桂花是一种非常喜 微酸性环境的一个植物 它喜欢酸性土 惧怕碱性土壤 然而我们家庭养花的土壤 绝大部分花油都是碱性土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家里的水 自来水是碱性水 你长期用自来水浇花 这个土就会一天比一天 变成碱性土 尤其是北方花油 它的自来水碱性更重 长期浇花之后 这个土壤表面都会形成一层白霜 这是北方花油的特点 这层白霜是什么呢 就是严重的土壤反碱现象 这就代表你的土壤 你碱的不得了了 如果你长期把桂花 种到这种碱性土壤里 就会出现什么 生长缓慢 大命级黄叶 而且容易生病虫害死苗 这就是为什么北方花油 很难把桂花养好的原因之一 所以我们在家里养桂花 一定要学会给土壤调酸 尤其是北方花油 那怎么调酸呢 我教大家 我们在家里要准备一些硫酸亚铁 因为硫酸亚铁 它是一种土壤调节剂 它是一种粉末 您听听 听到吧 我们把这种粉末 对水稀释1000倍 就是一克的硫酸亚铁 对1000毫升的清水 然后每隔一个月 给你的桂花土壤浇灌进去就可以了 一个月使用一次 一年12次 你坚持一年长期使用 一年两年三年长期用 这样一年到头 你怎么用自然水浇都没有关系了 懂吧 所以这个是一定要用的 尤其是北方花油 你一定要调酸 好的 说完了土壤的要求 我们再来讲一下桂花的换盆技巧 桂花这种植物本身也是可以递栽的植物 那如果是家庭盆栽 我们是一定要换盆的 那什么时候换盆呢 不要着急 一般我们养到一年以上才考虑换盆 因为一年以上 它的整个根系基本上就长满花盆了 你换一个花盆 可以给它更广阔的根系生长空间 可以让它长得更大更快更好 所以换盆是有必要的 懂吧 那换盆有讲究 除了一年以上以外 我们还要考虑两个技巧 第一个技巧就是你换盆之前 一定要观察一下桂花是用什么土种的 我换盆的时候尽可能选择同样的土 或者土质接近的土 这样更便于它浮盆 第二个技巧就是 你给桂花换盆的时候 千万不要说原来是一个小盆 我突然换一个大缸 这是不可以的 因为如果一下换的花盆太大 它里面土就多 土多容易干嘛 是不是容易接水啊 而我刚才教过大家桂花最怕什么 是不是最怕积水啊 所以我们养桂花 千万不要突然荒个大盆 否则很容易积水浪根 我们换盆的时候呢 只能够比原来的花盆 稍微大一号就可以了 就稍微大一点 不要贪大 下面我们来讲解一下 桂花对透气性的要求 桂花这个植物啊 它叶片密度并不是特别高 但是一种啊 但却是一种对透气性要求植物的很高的植物 它非常喜欢通风的环境 惧怕空气不流通 这非常非常的要命啊 如果你把桂花呢 长期养到一个密闭不通风的环境里 它非常容易生桂花枯叶病 所以我们养桂花 一定要给它开放通风的环境 因此很多话有问我说 我家里是封闭的阳台 空气流通很差 我可不可以养桂花 我个人建议大家不要养 普通的植物我不会这样说 但桂花我真的要这样说 我建议你不要养 因为如果在不通风的环境里 它太容易生病虫害了 你养护起来很麻烦的 很容易把它养死掉 所以能通风尽量通风 但你如果说我就是喜欢桂花 我家里就是封闭阳台 我非要养 因为我有没有什么技巧能帮我 这还是有的 如果你非要养的话呢 我给你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点 提前在病虫害的高发期 做好病虫害的预防 不要等它生病了 再去想办法 要提前预防 第二个 在封闭阳台养 能靠着窗户尽量靠着窗户 懂吧 因为靠着窗多少有风能吹到它 你家里是封闭阳台 不可能没窗户吧 窗户总有咋 靠着窗 第三个 在封闭阳台养护的时候 它的前后左右 不要摆其他的植物 跟它贴在一起 挤在一起 因为植物跟植物挤在一起 会大大影响它的通风性的 所以它的前后左右 植物跟植物之间要隔开 起码要做到叶片之间不相互覆盖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桂花的施肥技巧 那我们家庭养桂花 应该如何给它施肥呢 在这里的话呢 我告诉大家 很多花友啊 常年不给它施肥 是绝对错误的 原因很简单 因为花盆当中的土壤啊 它自带的养分 只能够供给植物 两三个月的营养生长 三个月之后 营养就消耗殆尽了 后期的话 这个土里是没有营养的 完全是靠天长 懂吧 所以我们促进桂花 让它长得快 长得好 一定要施肥 那具体怎么施肥 施什么肥呢 我教大家一个双季施肥法 这双季呢 并不是指的春夏秋冬这四季 而是指的桂花的生长季节 和非生长季节 这两个季节施肥不一样 首先说生长季 生长季是指的桂花 长根 长枝 长叶 萌芽 开花 这都叫生长季 所以不论您居住在世界各地 任何地方 您不用管春夏秋冬 只要你看到桂花在生长 它就是生长季 生长季 我们可以用什么肥呢 可以用它三元复合肥 三元复合肥啊 它是一种均衡的肥料 这三元是指的它富含植物生长所需的蛋 磷 甲 这三种元素 这三种元素是植物所需的大量元素 能够全方位促进植物的生长 所以给它 用给桂花非常适合 那具体怎么用呢 这种肥料 我们在桂花的生长季 每隔20天到30天 你取一个小勺子 它是颗粒肥 取一个小勺子 然后咬一勺 三元复合肥 然后撒到它的花盆边缘就可以了 这个是我原来已经试过的 所以我就不要用太多了 花盆小就一勺 大就两勺三勺 以此类推 那就可以了 撒好之后 你每次浇水的时候呢 你就故意往它有肥料的位置浇 懂吧 这可以大大增强 它这个肥料的吸食速度 每次浇水它都会被吸食 然后被植物所吸收 所以你故意这样浇就行了 这个就是生长季节的施肥 二三十天一次 好 接着我说一下非生长季节 非生长季节就是指了冬季深冬 气温降低之后 桂花呢 它会停滞生长 因为呢 代谢减慢了 那停滞生长之后 我们就不要用三元复合肥了 用什么呢 用有机肥 比如说我手里拿的羊粪肥 这是一种纯羊粪肥 它就是有机肥 那为什么我们要用它呢 因为这种有机肥 你用到土壤里 它是在冬天不烧根不烧苗的 而且可以给土壤提供大量的养分 让它存在土壤里 而且还能够给土壤增强大量的有机质 预防和改善土壤板结发应的问题 让土壤疏松透气充满活力 那除了羊粪以外 如果你家里还有牛粪肥 鸡粪 蚯蚓粪 菜籽饼肥 芝麻饼肥都可以用 这都是有机肥 那在冬天怎么去用呢 很简单 我们每隔一个月 你取适当的这种羊粪 或者其他有机肥 埋到它的花盆边缘就可以了 花盆小 少买点 花盆大 多买点 地栽就更多买点 明白吗 一个月使用一次就足够了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 桂花的过冬技巧 桂花的过冬呢 是比较复杂一点 尤其对北方花有 南方花有特别好过冬 因为桂花天生比较抗寒 丢到南方户外可以过冬 所以南方花有特别好养 丢到外面不管了 但北方花有比较难养 绝大部分的桂花 北方花有养死 都是在冬天 过不去冬天 到冬天就养死它 那为什么北方花有冬天会养死桂花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 桂花首先它不抗冬 它忍受不了北方零下 几十度的低温 忍受不了 所以北方的花有 你首先要做好保温 这是第一个工作 这个工作就是呢 到了冬天 一旦户外温度低于10度了 北方的花有 你就最好把桂花搬到室内来 防止突然的霜降降温 一波把它冻伤甚至冻死 这是第一步 搬到室内 第二步 搬到室内来养之后呢 很多北方的花有冬天养会出什么问题呢 就是 桂花开始生病 叶片一半黑的一半绿的 这个就是严重的桂花枯叶病 这个病非常的凶险 很快会让桂花死苗 很难治疗 而且 那这个病我们怎么去做好预防 怎么把它养好呢 我教大家 冬天除了给它保温 而且要给它提供充足的光照 所以一定是靠着你家的南向阳台 冬天光照比较弱 但能晒到多少 晒到多少 一定要晒 能靠着窗 绝对要靠着窗 最近 并且呢 不要有其他的植物遮挡 所以冬天 第二个技巧 补充光照 第三个技巧 加湿 桂花是惧怕干燥环境 喜欢湿润气候的 而冬天 北方花有一开暖气 空气湿度甚至低于50% 太干燥了 在这种极度干燥的环境里 桂花就很容易生病 所以说我们要给它加湿 怎么加湿呢 有加湿器就用加湿器 没加湿器呢 拿一个喷壶 给它的叶片像这样喷上雾水 懂不懂 每天早晨起床喷一次 晚上太阳落山喷一次 一天至少两次 原则上越多越好 这可以大大增强叶片周围的空气湿度 预防黄液和一系列的问题 所以这个加湿工作也要做 下一个技巧就是通风 我们说了桂花非常惧怕 密闭不通风 而北方花有 你冬天在家里养 不可能开窗通风 对吧 因为外面几十度的低温 一开窗还得了 这个人都得冻死来 不要受花了 所以说北方花有 这个不通风的问题 是最难解决的 这也是为什么 我个人一般不太建议 北方花有去挑战养桂花 冬天真的很难过 但你如果想平安度过冬天 你得想办法增强通风性 比如连续升温的时候 因为你整个冬天 不可能每天都是降温 总有升温的时候吧 连续升温的正中午 太阳最猛烈的时候 开窗通通风 第二个 拿吹风机吹 每天给它吹 能吹几个小时 吹几个小时 给它增强通风性 这都是能够帮你 把桂花冬天安全度过的办法 再一个就是 在冬天提前做好 病虫害的预防 尤其是桂花枯叶病 一定要做好预防 就提前喷药 做预防 这些几个技巧呢 都是能够让我们顺利过冬的技巧 希望呢 对北方花有 养桂花的花有啊 有所帮助 接着我们来讲一下 桂花的修剪技巧 桂花啊 它是一种长绿桥木 我们在家庭养护 没有硬性的修剪技巧 就说你剪不剪都没关系 但是呢 有两个技巧 可以让大家知道 第一个技巧 就是如果你的桂花 叶片上有黑斑 有枯黄 有发黑的叶片 这种病害的叶片 我们一定要及时修剪 不要留到桂花的叶片上 因为这些病害的叶片啊 它上方可能携带病菌 如果你不剪 它会继续的传染 给其他健康的叶片 所以如果有病害叶片 我们剪下来扔远一点 或者用火烧掉 不要把它放到它附近 会传染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如果你的桂花生长的姿态 不符合你的审美要求 可以修剪 比如说有的枝条长得过高了 打破平衡 我可以剪短 有的枝条严重偏左偏右 我可以把偏离的部分修剪掉 这种都叫做造型修剪 是根据每个人的审美需求来剪的 并不是硬性的要求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 桂花的繁殖技巧 我们家庭繁殖桂花 一般都是采用扦插繁殖 意思是说 我们任意剪下桂花的枝条 带着叶片插到土里就能火 但是有以下几个技巧 大家注意一下 第一个技巧 就是我们在扦插的时候 叶片不用保留太多 只保留顶片 顶部的一两片叶就足够了 叶片太多 蒸腾拉力太大了 会影响它存活 第二个就是扦插的时候 能用新土就不要用旧土 因为旧土就是用过的土 里面病菌太多 容易黑干 第三个就是 在扦插的时候 有植物生根粉和植物生根液 一定要用 这样可以大大增强 它的生根速度 提高我们的扦插成活率 好的 那这一期关于桂花的养护课程 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欢迎大家点击关注 这样就可以收看到 我更多的养花课程教学了 我们下档课程再见了 我们下档课程序的